《永柳》 作者袁行佩 朗读者友谊 《永柳》 贺之章 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涛 不知戏叶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首诗的作者贺之章是圣唐前妻的一位著名的诗人 生于公元六百五十九年 足于公元七百四十四年 自济珍 万年自好四名狂客 岳州永兴人 永兴就是今天的浙江萧山 他年轻时就以文词而著名 性格旷放 善于谈笑 曾任太子宾客兼秘书间 天宝三在请求还乡 还乡后不久就去世了 贺之章的作品流传不多 全唐诗 陆存其诗一卷只有十九首 他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 老大回 香音未改 变茅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是以快制人口的名篇了 这里讲他的另一首七诀 永柳 第一句 碧玉装成一树高 用一个比喻形容柳树的风姿 一树绿柳高高地站在那儿 好像是碧玉装饰而成的 碧玉的比喻显出柳树的鲜嫩心脆 那一片片细叶仿佛带着玉石的光泽 碧玉又是南朝宋代汝南王的小妾的名字 岳父无声歌曲有碧玉歌 歌中有碧玉小家女之句 后世随以小家碧玉指小户人家出生的 年轻的美貌的女子 碧玉装成一树高 在诗人的想象里 也许觉得那婀娜多姿的柳树 宛如凝庄而立的碧玉一般 第二句 万条垂下绿丝涛 丝涛就是丝带 上句写柳树给人总的印象 这句是具体其中的写柳枝 那茂密的 轻柔的 下垂的柳枝 是最足以代表柳树特征的 诗人用绿丝涛来形容柳枝 使人仿佛看到了柳枝随风漂浮的样子 艺术效果很强烈 第三句和第四句 不知戏叶谁才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两句描写柳树的那叶 诗人设问 那细细的柳叶是谁才出来的呢 哦 原来二月的春风好似剪刀 这一束碧玉 万条四涛和数也数不清的戏叶 便是他的杰作呀 这首诗虽然很短 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 但艺术上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这是一首永物诗 从永柳这题目一看就知道了 是割涌柳树的 这首诗的确是处处扣紧柳树来写 但是我觉得诗人所割涌的 绝不仅仅是柳树 它是借着柳树割涌了春风 割涌了春天的到来 人们对春的感觉 往往是从自然界的变化中得到的 河水的解冻 燕子的归来 都是春回大地的信号 不要忘记在暴春的各种事物中 柳树也是一位十分敏感的使者 民间谚语说 五九六九隔阂看柳 早在五九六九的时候 远望之中的柳梢 已经隐约地带上了一些心律 贺之章借着描绘柳树的心律 歌咏春天的来临 是很能唤起读者共鸣的 永柳而不局限于柳 借永柳而咏春 这是高出一般 永务诗的地方 其次 这首诗的构思新颖 比喻巧妙 诗的形象仿佛要突出于纸面之上 特别是后两句 用剪刀比喻春风 他裁出细叶 剪好丝涛 装成壁树 不管吹到哪里 就把勃勃的生机带到哪里 他剪破严冬的笼罩 裁出万子千红的世界 他的轻盈 他的锐利 随之而来的创造的愉悦 种种美好的想象 都可以从这两句诗中产生出来 好诗都是赋予启示性的 严禁而意远 能够通过一两个鲜明的形象 唤起读者的联想 启发读者在自己的头脑中 构成无数新鲜的画面 这首诗正是这样 他通过一株柳树 写出了整个的春天 在此 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 却很富于层次的变化 第一句 必欲装成一树高 先写总的印象 第二句 万条垂下绿丝涛 单就柳枝做一番细致的描写 第三第四句 不知细业 谁才出二月春风四剪刀 再进一步写柳叶 先从大处着眼 越写越细 好像绘画 先勾出轮廓 再添枝佳叶 补充细节 这首诗前两句和后两句写法也不一样 前两句是描写形容 壁树如玉 柳枝如丝 壁树如何高上去 柳枝如何垂下来 后两句写柳叶 如果还用这种写法 说柳叶如何细如何嫩 好像是刚刚才剪出来的一样 就显得太呆板了 诗人在后两句上换了一种写法 不对细业做任何形容 也不打什么比喻 似乎已经无需多说了 诗人猜测是谁才出了这美丽的细业 描写的重点转移到春风上来 是春风像剪刀般的才出了细业 这就在前两句的意境之外 另外开辟了新的意境 使读者耳目为之以心 王之焕和贺之章都死于 唐玄宗天宝初年 在圣唐诗人里算是前辈 他们没有看到安史之乱 却充分感受到 开元盛世那种蓬勃向上 繁荣发展的时代气氛 因此 他们诗中圣唐气象是十分鲜明的 像灌雀楼诗里的昂扬精神 永柳诗里的春天气息 都带着典型的圣唐时代的印记 这样的诗今天读篮 仍然能够引动我们的诗情 激发我们的精神 给我们以健康的艺术享受